叶金川还是满肚子货 解决问题的人 我不是制造问题的人 那所以 你讲人家卖台要有点 要有点根据嘛 要有点 这个好像变成一个帽子到处 红帽子到处送 这真的不好 一次一致为自己看位 叶金川更不惜辞官要回花莲交出去 我一定会把疫情把它弄好啊 没有问题啦 现在如果好了 那全国民众不跳起来 我有一些家里的问题 我必须要 我早晚必须要回花莲 千年气得烙化 不稀罕卫生署长这个位置 叶金川说要辞官回乡 绿营要他说道做道 太傲慢了 所以今天如果这个故事 才是阿曼去做这个 他如果痛苦 这个是我们的痛苦 所以大家解脱 他说他在家车 关落关齐子 我们希望他说到做到 因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不适格的一个阁源 不适任的一个阁源 所以如果能够换掉不适任的阁源 也是台湾之福啦 叶金川曾经担任过 瓷剂骨髓干细胞中心主任 也在瓷剂大学张书过 或许花莲的好山好水 让最近自嘲修养不佳的叶金川 心中更开阔 相信我做不到 好不关心这个防疫最前线 还是民众最想要知道的 台湾爆发了本土新流感的病例 防疫层级已经提高为第三级 那么现在卫生署长叶金川 已经挂了保证 他说要启动防疫机制 而且准备了一千万剂的疫苗 在12月底之前 如果您要打 绝对打得到 而且是免费的 以老弱妇孺作为优先 卫生署长叶金川 中午紧急进入行政院 为了因应新流感爆发本土病例 政府提升防疫层级 由院长刘兆玄 请自召开跨部会会议 统筹因应 重点在第二波 未来是从回笔去走到减灾 打疫苗就有疫苗 要抗电有地方抗电 要吃药的地方 有药可以吃 叶金川打包票 疫苗准备绝对充足 据了解政府要规划 至少要备妥一千万剂疫苗 国外厂两百五十万剂 国内厂七百五十万剂 预防秋冬大流行 保证全民都能打疫苗 安定民心 只是原本应该要随总统出访 叶金川临时改变行程 坐镇台湾防疫 不能保护总统 会不会遗憾 只是总统不在国内 如果疫情扩大 会不会启动国安机制 防疫大作战 总统出访刘兆玄上井发条 叶金川全程作证 三连新闻林文复 学问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